他戒吃得好 从戒就得定 他得三位了 一般讲多少年 三年不会超过五年 他得定了 得定之后两三年之后就开了 智慧也开了 属于一切法门 他学习 轻而易举 一门通了 一切门都通了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只能学一门 不能学一门 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 可是怎么样呢 我们没有尊重老师的意思 老师在不得已说的这么一句话 一门学好了 再说第二门 对吗 这老师不得已说的 我们以为是真的 那一门学好了 就学第二门 那我说我 对老师有七分的信心 我学东西 学一门 我的一门不是学一遍 我学十遍 我才学第二门 而古生先行就 一辈子学一门 这我们不甘心 不情愿 总想多学一点 错了 应该是一辈子就学一门 从这一门里头能大彻大悟 民心皆信 你一生不改变 肯定 民心皆信 教下里面叫 大开元解 大开元解的时候 没有修过的经典 一翻开的时候 没有一句不明了 全通了 那么开会了 我们拿古生先行 这个 这个教诲的时候 去劝别人 有人真干 真的一门是 一辈子不改变 他真就比我高 他很谦虚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中国古人说 学问深是义气品 断行学问越高 越谦虚 越恭敬 没有丝毫傲慢的吸气 真实学问 我们看到欢喜 正乏 有人住持 正乏 久住于世 只要后台有人 有人 这是我们非常安慰的 这种大事情 非常欢喜 谁能成功呢 人人都能成功 就有问题 就你肯不肯看 果然是老实听话 真干 没有一个不成就 过过过都能成就 过过是释迦牟尼佛的 继承人 是福毁灭的 普度众生的 都是我们肯不肯看 去投一个 决定不能侵蚀戒律 根本的根本 我对于这个问题 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是从学哲学 进入到佛学 所以对于戒律 我就不相信 跟张家大使三年 这个老人家认识 善巧方便 现在才知道 他老人家的慈悲 教导我 用心良苦 知道我们是 现代的年轻人 不相信戒律 误认为 戒律是 三千年前 印度人 生活的规范 我们能修吗 我们修佛 是不是回到 三千年前呢 时代永远 我要向前面进步 我们怎么后退了 怎么退到三千年前呢 我们是中国人 为什么去学 学印度人呢 这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虽然不说出来 老师有智慧 老师看得很清楚 他不会厚持我 也不会批评我 为什么他要厚持批评 我不跟他学了 我就会离他远远的了 他对我非常爱护 非常关心 我只要有一两次 没有去见他 他就会打电话 或者派他的副官 打电话给我 问我身体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来 真的像父母对子女那样的爱护 被他感动 他对戒律这种事情 很巧妙 每一次 我说我们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 学这个一个星期 所学的向他报告 再有问题 向他请教 那每一次 上完课之后我离开 他都会送我到门口 会轻轻说一句话 戒律很重要 就说这么一句话 我听了大概几十遍 每一次提醒我这句话 我跟他三年 他老人家运起了 他火化的地方 是特别建立一个小榻 专门为他做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又干注货福 几个人 在旁边搭了帐篷 守在这个火化小榻 他们大概住了 一个星期还是十天 我在那个帐篷 我在那个帐篷里住三天 我三天就非常认真 反省 我跟他老人家三年 他教了些我什么 我学到了些什么 我认真地反省 这一反省呢 头一个 戒律很重要 为什么这一句话 给我说那么多遍 也没详细跟我讲 就这一句 我就认真想这个问题 想了两个星期 明白了 我错了 因为我们这是修佛 说佛要用福的标准 不能用人的标准 我们以前过去学过礼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里的讲礼 三代的礼就不相同 下上周三代 有心有格 也就是他有修订的地方 有改变的地方 像系国家的宪法 法律 经过一段时间修订一下 那现在我们学佛 学佛也成佛 成佛那个宪章 那个法律 不能改动 改动就成不了佛了 我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出来 才知道三规五界 这个略葬里面的东西 那是成佛之道 那不是世间法律 那不能改变的 我把这个道理想通了 对于戒律的这个错误观念 才纠正过来 这是当家大师用了三年 还原集 做这个事情 让我认真反省 明白了 他要不原集的时候 我不会去反省这个道理 那么我对这个戒律 这个错误观念 会永远保持下去 那现代人 犯我这种过失的人 就太多太多了 不犯的时候 都一个也找不到 比如我错误观念严重 我能反省 他们不会反省 我这个反省是张家大师实现的 不做这个实现的时候 我不会做这个反省 那才知道的时候 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你同一个 你对戒不重视的话 你怎么会得定 你怎么会开智慧 你学一辈子 学得再好 可以做一个佛学家 现在可以拿个佛学Boss 学的是什么 佛法的知识 不是智慧 永惠是从 不能解决问题 你有这个知识 确实可以拿到波斯学位 可以做一个 明教授 西方讲的汉学家 佛学家 你可以拿到这些 与自己聊生死 开智慧 政国 毫不相关 你看这个东西多重要 总算我们把这个世间法跟除世间法的认识清楚了 那我们要学佛的话 你就不能不重视戒律 你要重视戒律 你不能不从弟子规学下手 弟子规 感应片 十三叶 这三个梗 你要不从这三个梗下手 你就不可能有成就 这真的不是假的 我这个人夜深没佛报 过去身中没修复 夜深过着流浪的生活 居无定所 没有在一个一定安定的环境里面去学习 始终没有这个缘分 常常想着定下来 你看到现在84岁都定不下来 这一桩事情让我常常感到遗憾 到处奔走 说一句好听的话呢 广界发言 但对自己的定会 砸根基础上 确实是有很大的障碍 今天人要修复 哪一种佛报最大了 帮助学人 制造一个安定的环境 让他真正在这个环境里 学习个十年二十年 他拯救了 帮助一个人成福 这个佛报都大了 他比天都大 我相信有这个能力的人很多 有这种新的人也有 可是他会问我 这警告发言 你替我找一个人 我告诉他我找不到 我没见过 什么人能够下定决心 住在一个地方 十年不出门 二十年不出门 成就自己的界定会 三十年 这样的人到现在 找不到了 你看多难 真正想修福的人 找这么一个 一个有福的人找不到 真正想修行的人 找这个修行环境 也找不到 语言不一样 这语言不同 那么我们说这些话 都是讲的 变才是从智慧来的 智慧是从界定来的 没有界定 就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就没有变才 没有变才 就不能教化众生 这个不能不晓得 那现在我们看 在经里面讲的 四种无外变才 第一种 义无外变 义是义理 里面讲的是道理 原理 原理 原则 都是属于 这个义无外变 为了知 一切 诸法 一理 通达 五知故 了是明了 知识之道 你看 一切 诸法 这些诸法 一理 这个是 世界 这些学家 在研究这个问题 科学家 科学家 也在 高铁问题 还有宗教家 一理 一理 最重要的 最深奥的 是什么呢 宇宙从哪里来的 这些万事万物 从哪里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你从哪里来的 他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 这些事情发生了 以后怎么样的 演变 最后结果又怎么样 这都大问题 这都说一理 谁知道 那我们今天可以说 这个事情 佛知道 我们中国一般人 叫天人知道 天知道这一句话 是没人知道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学佛之后 天人也不知道 天是凡夫啊 越界天不知道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他也不知道 不但他们不知道 二十八成天之外 声闻 原觉 小成 他们也不知道 那再望上去 全教菩萨 受法界里面的佛 他知不知道 不知道 他要知道就不迷了 可是佛法的学生 就是学的万一 整个宇宙 一切万事万福 包括我们自己 自己 心相 离世 因苦 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这是佛 佛也有层次 他们虽然通通都知道 他们虽然通通都知道 里面也有前身差别不一样 华音经上所说的 四十二个阶级 四十二个阶级 这四十二个 四十二个 等级的人 啊 舍住 舍行 舍回向 舍地 等级 妙旧 他们对这些 知不知道 都知道 所以都知道 有亲身的差别不同 啊 你比如说 施主 知道 啊 施主比实行 就要差一等 都知道 舍行 讲得比舍住清楚 舍回向 又比舍行清楚 啊 算是 舍地 才能讲到 究竟 明了 为什么呢 他亲眼看见 他六根 见到了 啊 宇宙的缘起 他看到了 一切众生 包括自己 怎么来的 他也看到了 他怎么不清楚啊 如果这些意思 不能够完全通达明了 他怎么会说得出来呢 释迦牟尼佛看到了 释迦牟尼佛看到了 啊 华尼金说的什么 我们今天 科学 这些讨论的问题 宏观的宇宙 无限大了 无限大了 你看 你看 中国这两句成语 这两句话 年千五百年前 孔子那个时代 这个话就说出来了 啊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不是现在人说的 古人讲的 这年千五百年前 说的什么呢 实在讲的 就是说的 华尼金啊 那时候佛法 没到中国来啊 中国人 为什么说的出来 能说中国古身先行 不是佛菩萨再来吗 我不相信啊 经上讲的很清楚 应一什么神得度 他就先什么神 中国人相信神贤 所以佛菩萨到中国来 是神贤神 啊 应一圣人身得度 他就先圣人 应一贤人身得度 他就先贤人 啊 我在早年 跟李老师学尽教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看法 我想李老师请教 我是中国古身先行 姚舜于汤 文武周公 孔子孟子这一类人 啊 老庄这类的人 是不是 祝佛如来 在东方映画的 先这种神 老师笑着告诉我 李上讲得通 四上没证据 那四上他没说出来 他什么菩萨在这 他没讲过 没讲出来啊 没证据啊 李上是决定讲得通 啊 以后 我跟很多宗教往来 这些宗教经典 我也尝尝来看 啊 我也有这么一个想法 所有宗教里面的 那一些 神圣 先知 啊 什么 这个 使者 也通通都是 佛菩萨化 不会是假的 说的最妙的 还是就这八个字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这两句话 不得了啊 把现在所有科学 这些全部包括净了 啊 啊 佛讲得多好啊 啊 啊 现在 宗教家 啊 最新的报道告诉我们 今天 人类 所能够 观察到的 这是用精密仪器 观察到的 啊 看这个 太空 大宇宙 只能看到 百分之十 另外百分之九十呢 不见了 他们看到 宇宙的现象 是个膨胀的现象 啊 百分之九十不见了 这句话 我们度过华言经的人 啊 真正在华言里面 有一点 奇弱的话 听得这句话 明了 真的不见了 到哪里去了 他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 到哪里去了 百分之九十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 你找不到了 回归 长极光了 你到哪里去找 真如此 所以 科学家能说出这句话来 不简单 你看我们在佛法在修行 一击一击上上上提神 啊 见死烦恼断了 六道没有了 你提神了 六道里都看不到你了 提神了 在哪里啊 四身法界 啊 无名越破呢 四身法界没有了 就 舍法界里都找不到了 到了就 到一针 法界去 祝福 舍暴徒 那 根本无名的习气 短静了 十报徒没有了 十报徒也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啊 佛没有说 祝福如来 十报徒例外 没说 十报徒还是希望的 啊 无事无名断静了 多久断静了 经教里面佛说了 三大二身七节 诸位要知道 三大二身七节 不是说我们修行的事情 我们修行的事情 成佛 那是无量节 啊 可是 大车大悟 明信渐信那一天起 你无名破了 无名习气没断 无名习气很难断 啊 无名习气不要去理他 他自己慢慢会没有了 多长的时间呢 三大二身七节 啊 到了时 习气完全没有了 是报徒也没有了 那就是 扩修家讲的 那个宇宙不见了 他回归结光了 回归到自信 回归自信 起不起作用 起作用 啊 自信里面虽然什么都没有 啊 精神现象没有 物质现象没有 但是他能信 那 他怎么能信呢 众生有感 他就有信 他能够跟 设法界 所有一切众生 感应道教 啊 他感应道教 那个科学对他 没法自己解 为什么呢 他跟长级光 跟自信相应 他跟施法界 也不相应 他跟施暴族 也不相应 是 科学家这种发现 很有道理 用佛法来解释 解释得通啊 他是个疑问 我们很清楚啊 这在什么地方能看 可能看出这个事实真相呢 自信 本定 慧能大师 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 何其自信 本物动摇 这一句话讲的就是自信本定 自信本定 必须 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 不起心 不动力 自信本定 就出来了 你才能看到 死实真相 你看到的微观 实际 比今天 量子力学里头 看得更透彻 量子力学发现 跟佛经上所说的 还有一段 很大的距离 在宏观世界里面 他们将百分之九十不见了 那就是我们刚才 向诸位报告的 回归自信 一切法 从自信 流出来 最后 还回归自信 这个现象 是自然的 在佛经上有个术语 叫 法尔如是 自然规律 它本来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大的循环 回归自信 那才真正叫大约满 所以 生到 射报 庄严徒 不是真正愿满 回归长级光 才是真正愿满 我们看这四中 无外变才 法身 大肆 才有 一般人 哪有这个能力 我们今天了解 这个现象 是因为 靠华严经 读华严经 才知道的 这是理论 第二个呢 法无外变 为 大一切 诸法 名字 分别 无之 这二三呢 是讲方法 首先讲法 法是一切法 从法相上讲 前面是从理上讲 一切法的理 这是一切法的相 现象 你能知道一切法的名字 名字从哪里来的 名字是人给他加上去的 无论是什么人 无论是哪个过的人 现在讲 无论是哪个星球的人 无论是哪一种不同空间的众生 他们给这些法所命名 你统统知道 你不必要学 全知道 真的吗 真的 有证明 你看日本江本波斯的水事业 谁就有这个能力 他没学过 我们写中国字 他认识 你写英语 他也认识 西班牙语 也认识 有很多土著 那些文字 他都没有障碍 我们就知道 这是自信的本能 外太空 不同维持空间 他们给这些万物 万事万物命名 明心见心的人 全懂 他多认识 所以他会看 会听 会听 这些语言音声 没障碍 而且懂得人的意思 不必说话 你起心动念 他全知道 你的念头善 你看他给你的回应 洁净 非常之美 你看到了 你的念头不善 他的洁净很丑陋 很难看 江文博士 十几年的试验 每一天 都做上千次的试验 他们有一个小组 我到他试验室 就参观过两次 那真的不是假的 科学家承认 所以 信德不可思议 第三 词无碍变 与诸法名字一礼 随顺一切众生 书法一语 为其饮食 能领各个的结果 词 就是言语 你有能力 横顺众生 无论什么样的 言语文词 你不必学 你全通了 一结束就通了 为什么 一切法 不利自信 福在大天经常常告诉我们 这一切法从哪来 为信所信 为时所必 自信 自信 就是真心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只要真心 见到了 真心所现的万法 整个宇宙 在佛法里面讲 变法界 血空界 你全都明白了 什么障碍都没有了 没有一样 不知道 没有一样 你说不出来 无碍变才 第四 要说 无碍变 为随顺一切众生 更信 所要文法 而说之 愿容 无碍变 这个第四 是四变的大德 这个大德是欢喜说 不必你请教 很热心的遇到你 就告诉你 佛能关系 看一切众生 更信 所说出来的时候 跟你的更信相应 你能够听得懂 你能够理解 你听不懂东西 他不说 你不需要知道东西 他不说 应激 说法 欢喜 说法 要是 要是 喜欢 这个字在此地 不念乐 乐是快乐 你要 要是爱好 喜欢 爱好 是这个意思 要说 所以这条是得 他要不爱说的话 那前面虽有变才 这众生得不到利益了 众生得到利益 就是他大慈 大悲 喜欢说 主动的告诉我们 啊 啊 啊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喜欢说 遇到人 遇到人就说 啊 有人 佛一定是等他问 开口问 提出问题 再给他说 啊 有些人 没有问题 佛也跟他说 这一部经 就是阿南问的 负责说的 弥陀经 没人问 佛自己说的 啊 谁会问 谁不会问 佛都知道 没有一样不知道啊 啊 所以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献什么神 应该给他说什么法 此时此处 啊 你现前这个阶段 你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佛都会告诉你 都会帮助你 那会给你解决一切 现前些疑难杂症 这慈悲 那这里头最重要的 帮助你破密 你以开悟 这是佛 无量变财里面的真实意 真正用意 是帮助你破密 你开悟 中期就这么一个目标 帮助你大车大悟 帮助你明心见心 帮助你 帮助你 原成佛道 这是佛教啊 只有真正得到 佛陀 佛陀教化的真实利益 才知道感恩了 没有得到真实利益了 那个感恩都不是真实利益 说佛恩的什么大 他不知道啊 迷惑颠倒啊 他怎么知道 哪一切觉悟 他在晓得 他在忏悔 佛深深适适照顾 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感恩 佛还是照顾 佛并没有说 你不感恩 我就不照顾你了 甚至于你 你侮辱佛菩萨 毁灭佛菩萨 佛菩萨还是照顾你 你看慈悲到这种程度 不是凡夫之间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万法 跟他是一体 同一个自信心 同一个自信心 同一个体 是自信 同一个体 还原观上讲的 自信清净 圆明体 祝佛如来 从这身体 我们这些云云众生 也是从这身体 出身 莫鬼 地狱 树木花草 山火大地 都是从这身体 有个体验 你做错了什么事情 做错什么坏事 他都没放在心上 你的心上有 他的心上干净 完全没有 这是你的真心 这是你的自信 你自己迷失了 你现在用的是妄心 用妄念 所以佛能够 云荣 无爱 为一切众生 实现 说法 上 表 祝大死 其余 甚至 得 无爱之辩才 善应 根基 广寻 妙辩 孤约 得福 辩才 所以我们修福 明白这个道理 直到在 戒定会上 善功夫 才能恢复自己 自信的 无爱 变才 如果不从戒定会 从经教 光学多文 好像也有 变才 无爱 那是不是经上 讲的变才 不是 因为 你没有智慧 你还是烦恼 习气 当家做主 你哪来的变才 那一种变才 遇到一些人 提出问题 你还是无法解答 智慧开了之后 不可能有种现象 都能解答 末后这一段 真解 佛 敬一解 这日本的大德 也很了不起 不过这些话呢 也都是佛在经上说的 若以根本教 但说一字 亦为得福便才 传如来 如实言过 不但此菩萨尔 凡夫说 一通 祝福便才 赞扬 佛会 功德 开花 释放 有缘众生 而已 这个话说的好啊 真解 真是说的好啊 以根本教 什么是根本教 不齐心 不动念 是根本教 齐心动念 就不是根本教 不齐心 不动念 只说一个字 就能把自信的变才 形式出来 哪一个字 一般讲 佛字 只说这个佛字 就行了 全都代表了 要是从更深的意思来讲 任何一个字 任何一个字 那就不一定将佛字了 任何一个字 为什么呢 一切一切 一切解义 他从自信流的吗 任何一个字 都从自信流的吗 都回归到自信 这个意思就太深了 太妙了 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才晓得禅宗里面 那种的应对 叫禅机 他们说话 我们在旁边听不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都是说句 一根本教 说一个字 说两个字 说一句 两句都无所谓 那真的是佛变才 真正懂得 他也入境界 他不入境界的话 他不懂 也就是说 他要没有得根本之 他也不懂 得根本之的人 彼此能懂他 能懂 不得根本之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就错了 那还得用 我们世间的方法 世间人才懂 这印记说法了 对什么人 用什么方法了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 大四点 我们就学习大四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们就学习 我们就学习